總統 我想他的用意是認為說 兩岸之間要有善意啦 你是懷疑過來 懷疑過去 那還怎麼談呢 但另外就這樣講好了 馬英九是過去的總統 侯友宜是未來的總統 侯友宜不是馬英九 馬英九也不是侯友宜 所以馬英九的話 不代表侯友宜 也不代表趙少康 他就代表他個人而已啊 現在機靠越來越貴對不對 對 哇 我知道齁 這是一家 但是他昨天德國之聲的專訪 會對選情造成一些影響嗎 在網路上當然有醞釀啦 不過我覺得 可能有一點斷章取義啦 你要整個看他全文嘛 那當然 馬總統 我想他的用意是認為說 兩岸之間要有善意啦 你是懷疑過來 懷疑過去 那還怎麼談呢 如果你問我這個問題 我的答覆是說 你不能夠完全不相信習近平 但是你也不能夠完全相信習近平 完全不相信那就不用談了嘛 完全相信 好像也 我講也要聽其言關其行啊 台灣小啦 台灣因為很小 所以對大陸要很小心 要非常小心 那無論如何要先保護住台灣的利益 這是第一要務啦 那所以 另外是這樣講好了 馬英九是過去的總統嘛 侯友宜是未來的總統嘛 侯友宜不是馬英九 蠻友宜不是侯友宜 所以蠻友宜的話不代表侯友宜 也不代表趙少康 他就代表他個人而已啊 也不是打臉啦 我這樣講蠻友宜是蠻友宜嘛 侯友宜趙少康是侯友宜趙少康嘛 怎麼可能兩個人的政策完全一樣呢 怎麼可能兩個人的主張完全一樣 不可能的嘛 當然會有不同嘛 侯友宜昨天第一天時間就講 有些地方是一樣 有些地方是不一樣的 這很正常啊 都一樣才奇怪 因為你今天說投侯友宜等於投柯文哲 那柯文哲就說講得太好了 那就大家直接投柯文哲 那今天有人說投柯文哲等於投賴清德 那就不要投柯文哲都投賴清德嘛 柯文哲說 他台大醫學系畢業的邏輯應該很好才對嘛 邏輯好的 就是說你從邏輯的角度看 為什麼講說投侯友宜等於投柯文哲 因為不需要再投柯文哲了嘛 投柯文哲就是為了支持他的政策嘛 支持他的理念嘛 那他的政策理念 侯友宜很多都已經採納進來了嘛 那就投侯友宜就好了 而且這樣才有可能達成這個理念嘛 如果你分散的話就不容易達成這個理念嘛 這邏輯這麼簡單 那柯文哲是聽不懂的 還是故意扭曲嘛